前天我刚用贴纸交代的贴纸做完这几个孤卡 然后我就又收到了新一批的贴纸交代 有史努比 喜羊羊 玻妞宗介 独角兽 裸熊和泰迪熊 刚好我还有这么多的孤卡材料 不如继续做呗 先选好喜欢的贴纸 前天的评论区有好多宝贝都说 孤卡盘的另一边被纸我没撕 都撕了 只是没拍而已 先来一个小熊熊 相亲相爱的样子当然得用心形的盘盘 这么温馨 那就贴点月亮星星花花啥的吧 再把背面的那层磨丝掉 一个泰迪熊的孤卡就做好啦 第二个 来个喜羊羊妈 这个贴纸再配上渐变色的孤卡盘 随便贴个啥都很好看 独角兽也好啦 海绵宝宝和拍大星 海贼王 这个实在不知道怎么做了 所以我加了一个小花花和小章鱼 看起来好像也还行 那我这次做的五个孤卡 你们能给打几分呀 你们总让我玩少女星颜色的球球 这个粉色渐变的安排上吗 这个系列的胶带从浅粉到深粉 一共有六个颜色 每次都是些年最浅的 这次从深粉开始 忘了告诉你们 收到同款胶带的宝子 别忘了在胶带卷上写一下数字 因为很可能粘着粘着 你就分不清这是第几个颜色了 挑战一下把这六卷胶带粘完 需要用多长时间吧 差点忘了计时 现在是中午的12点15分 粘完一卷交代最快也得一个小时吧 第一卷总算粘完了 比没粘的球球又大也光滑了不少 看一下时间 我的天居然快三点钟了 所以宝子们 100厘米的大球 你们知道为啥我粘得很慢了吧 继续第二卷 也就是五号粉色 刚粘好的球球就是好看 第四卷也完成 现在可以看出时间变色了吧 第三卷的颜色更浅了一些 最后一个终于完成了 现在给你们看看成品吧 这些球球对应的就是这几种颜色的交代 那今天来说说你们还喜欢啥颜色的渐变呀 快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最近被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 贴纸交代连完以后上下的贴纸怎么用 除了之前给你们出过的年球教程 今天再来教你们一个用贴纸做估卡吧 我买了这种不同颜色的渐变估卡盘 还有透明的盘 第一步 先把你喜欢的贴纸图案剪下来 我准备了五种不同的卡通图案 今天先来做五个顾卡吧 差点忘了还有这个 这上面的图案也可以用 我叫小叮当 第一个当然要做一个蓝胖子 这个盘空间有点小 那就干脆让他们睡觉吧 再来点小星星小爱心啥的 本叮当第一个顾卡成功 第二个 我决定做一个猫和老鼠 用这个长条的盘 别说嘿 简直是良神定做 刚刚好 既然他们在努力的干饭 我决定给他们加点餐 贴个小鸡腿 再来个饭后水果 你们慢慢吃哈 第三个皮卡丘 手上空空的 拿一个风车吧 看起来是个爱拍照的宝宝 再放一个泡泡机 小女生当然也少不了蝴蝶结 又完成一个 我又做了一个蜡笔小星 和一个柯楠的 如果十分满分的话 你们给我做的顾卡打几分呀 给大家看起来